我立刻暴暴 我立刻要嘶吼 我立刻要截掉我這個照片 先問心血好了 對啊 心血女 哇 好開心喔 已經這麼久了 還可以被人家說心 蠻開心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 陣容就是跟大家平常 一起玩的人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彼此都蠻熟悉 然後套路大概也抓得到 所以其實 反而沒有想像中那麼緊張 因為你一來這邊 看到都是認識的面孔 然後你就會想說 小萊今天又怎麼樣 所以反而我會覺得 就是我很平常心 我剛剛在後台弄頭髮的時候 還在打手遊 然後徐萌俊他們就想說 你怎麼有辦法 你怎麼會這麼不緊張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很緊張 那你今天最大的勁敵 你覺得是誰 我的勁敵嗎 摺衣 在場的所有人 都是我的敵人啊 好厲害 玩槍欸 用說25年的 喔好 勁敵喔 我覺得我跟小凡不常玩 所以我比較可能會 看不出來小凡 因為我跟他遇到的場 是非常少 對 所以其他人的話 都還算蠻常遇到的 所以勁敵可能是小凡吧 你們私下有不合嗎 有 好 這是大家想要聽到的 什麼意思 好 那我就不繼續講 然後就停在這邊 我還好 我今天算蠻平常的心的 老實說的話是 但是就是 今天比較不一樣是 今天沒有那個 今天會希望說今天平安就好 你很緊張 就是 今天你的狀態那麼快 因為算我上次來 就穿得比較輕鬆 對 他上次是穿那種素牛仔 他今天是穿西裝 對 然後大家看都不太習慣 對啊 為什麼想特別正常 因為他飛去來看一點 對對對 而且我想說總冠軍賽 對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今天剛好是我來 就是狼人殺滿三週年 今天的 我第一次 第一次是來宣傳 對 對 然後 然後 就是 昨天晚上就突然 回憶了一下這一段 有落淚嗎 沒有落淚 但是很 就是蠻感動的就是 我記得我當時來的第一次 我就說 哇 我好希望我可以變成 就是什麼固定班底之類 就常常來上 然後沒想到我 就是 真的踏上總冠軍賽 然後就 就是 覺得有做到一件事情 天啊好勵志喔 對對對 希望你今天獲得獎 哇 今天那台 你已經有一台了 那台好像比我的好 那個是電動的嗎 還是真的是 電動的吧 是電動的 那個我要 我等一下就可以騎 對啊 電動的 那很帥 你已經有一台了 你不用第二台了吧 就可能 還是想要騎一台新的回家 那個載人比較不舒服 那個嗎 這台載人比較舒服 我那台比較不適合載人 真的 所以已經有載過了 有誰跟你說 這台不舒服 對 哪個妹 那個 小 不是 小琴 我以為笑了 這是那個 這是一直以來的一個梗 但是我真的從來 還沒在乎他 好啦 好啦 你心知肚明就好 對 但我想要講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 我真的很看好偉晶 真的 我 我真的很看好 因為 我剛才你們不要再講這些屁話 沒有 因為偉晶我覺得算是 我在狼人殺裡面 他很常就是跟我會有一個 很奇妙的連線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就是 沒有 就是我覺得 好像他會認我好人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 大力幫我講話 因為我跟你講每次到那種大大小小的賽事 季冠軍總冠軍 然後大家就說 我覺得是偉晶了 我覺得今天就是偉晶了 然後真的都沒事 沒有我發現好像 就是最不壓的那一個人 就會很出色 喔 就是你們往那個 還沒有得到的人去 因為每次我們就說 你覺得是誰 我們都會集中講個兩三個 然後那兩三人就不會拿 就Always是那種 沒被講到的那一個人 對 好像慣例就是都是這樣 所以 什麼東西 可以講到那種愛的 也沒有我們可能 發自內心覺得是他們 可是就是 比如說像去去年好了 就沒有發現是 萌軍 沒有人壓萌軍喔 沒有人講到他 真的就是萌軍 然後比如說像 自己都不決定 上次的季冠軍 是配聊了嗎 不知道 反正沒有人 沒有人壓 欸不行喔 那不能好 那這邊是怎樣 好 那全部大減掉 那從萌軍那邊留著就好了 然後再次三二一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沒有聊到那些人就會有很出色的表現 對 去年的表現 算是聽說是總瀏覽數有到1.8億 相較於去去年增加了兩千多萬左右 所以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因為今年其實 去年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不太一樣的嘗試 比如說像新郎崛起就是選秀 那我覺得一開始做選秀 其實壓力也滿大的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三位導師 能不能就是讓觀眾更喜歡 更投入這個比賽 但是在播出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一集比一集的 線上觀看的人數越來越多 就覺得原來大家會跟著我們一起 比如像訓練像練習 所以可能今年也許會辦第二季 對 然後我們也有研究就是 因為現在疫情比較趨緩了 所以可能會把以前的那種粉Meeting 然後就是粉絲可以開放進來 跟歌手互動的這個節目 把它拉長 因為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可能每一集都只有 可能15分鐘 對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什麼 太短了太短了 怎麼唱一首歌都不夠 對我們可能今年有機會 把它變成40分鐘 就大家可以聽個四五首這樣子 對 比較完整的宣傳 就是我們今年的計畫這樣子 因為那個名音帳號 他很常做我的名音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網路上的 大家很常看名音的人 就知道而已這樣子 可是那個立刻爆炸的名是 突然開始被一些YouTuber 我有講錯嗎 YouTuber 模仿 然後開始延燒到學生族群的時候 我今天早上看 他還被那個新北市的一個什麼單位 做成一個就是呼籲大家的圖 就是如果你被家暴什麼的 一定要立刻爆炸 立刻撥打他們的電話 直接做成 你說學你嗎 沒有 它做成一張宣導圖 你的臉嗎 沒有 它做成我卡通版的臉這樣子 就是 有收錢嗎 沒有 沒有 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開始被大家延伸到很多地方 我自己會覺得很可愛 但是因為那不是 我私底下的講話方式 所以有時候我看久 我自己也會很尷尬 就是大家會叫我模仿什麼的 我就覺得不要 其實我不是這樣講話的 那只是我在直播上面的一個狀態 一個人設而已 但是還是很意外 大家會喜歡還是很感恩 這個突然來的一個就是 一個小美好的意外 有很多東西的宣導大師 就他們很延伸到每個地方去 霸凌 我立刻爆炸 因為最後開始有廠商說 韋晶給我一個新的民營 就變工作 好難喔 我覺得那個民營就是 要順其自然講出來的 做出來才好笑 因為特地的話就不太好笑了 但可能跟那個民營帳號的主人 吃個飯 因為我點過去幾乎全部都是你 對 我真的很謝謝你半吊子文青 我謝謝 真的很厲害 不會耶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太常遇到很多 可以罵的事情 所以我很久沒有開直播了 我的上一次的那個 立刻爆炸直播是去年十月 然後我下一次開直播是前天 就是我的已經隔好幾個月 我才開直播那種 所以就是開頻道罵人 我覺得有點太 其實我們有聊過 我們之前有想過要開個辛辣頻道 對 因為我之前 我跟韋晉聊過說 因為我們兩個好像很適合 就比如說可能新聞事件 可能出來就是出來聊聊 看我們自己的想法 出來罵 對 然後後來想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如果余白敢做的話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對 但是就是 因為我自己知道罵人的話 你會遭受到很多 另外一個觀點的人的抨擊 然後我自己又很愛看 那樣子的留言 所以我就會把整個 整天的心情都搞得很糟 而且我是手機兒童 就是我只要可以回 我就馬上回 我是可以秒回的 不只回曖昧的人 不只回工作 我還會秒回網友 他的回覆不是那種簡單兩三 就是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十幾行 就是罵人 我就覺得你怎麼會這麼有時間 就是如果那個人 沒有跟我在tempo上 我反而會覺得很累 就是我一直在等你回罵我 牟羊座會這樣 他就是什麼都要 祈禱 對 什麼都要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好累 所以我偶爾出來罵就好 現在示範 我跟你講 現在要示範他會生氣 因為他是那種 不能say cue這個東西 就是會很沒有當下那個感覺 就是會很像演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跨年 想要cue他示範 然後他就是使了顏色說 好樂 然後我們就嚇到 因為會很尷尬 可以一點點 但可能會很尷尬 那你講兩次 你說對的鏡頭嗎 我立刻爆炸 我立刻要嘶吼 我立刻要剪掉 我這個叫不下去 好了我覺得OK 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OK 我覺得這個東西播出去 反而大家覺得 我不覺得這好笑 怎麼好笑了 所以派人幫我剪掉 立刻剪掉 批評網友態度差是不是 網友批評你態度差 他說我這個影片態度差 因為我覺得他們誤會 他們以為我是用這個影片的樣子 去跟那個公家機關 辦理一些事項 然後其實我是 很有禮貌的辦理事項 然後被兇回來之後 我就開直播兇回去這樣子 所以我當下根本沒有去投訴他 或者是罵他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只是我在一個 直播上面生悶氣的表現 可是大家可能誤會了覺得 你現在這種態度 你去辦事情 我要是櫃台 我也看你不爽 就開始有人誤會 我是用這個態度去過生活的 但我真的不是 所以我就罵了底下所有 有罵我的人 哈哈哈哈